為公子吃豬 有沒有 吃豬的同時 掏公子的錢 從口袋裡把錢掏出來 為什麼我要這樣畫 有點壞對不對 對 就是很壞 因為你很壞 來 我們看一下標題 神邏輯 這不是神邏輯 這是魔鬼邏輯 很壞的邏輯 現在要你吃萊豬 衛福部還打算再咳食安健康捐 未來給你看醫生 食安健康捐誰捐 可能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進美豬的人 第二個消費者 你自己付錢 你的健保費可能會漲 你自己付錢 他敢跟 我不曉得 他敢跟進口商 咳食安健康捐嗎 我不認為 我覺得很有可能 如果 我說如果 這件事真要做 大概就從你身上 再拔一層皮 這樣你有聽懂我的邏輯嗎 如果沒有 我再提示一次給你聽 現在的衛福部 進口毒株 逼你吃 吃完以後 你會生病對不對 可能會生病對不對 那以後 大家因為吃豬生病 看醫生的人變多 健保的負擔就變重了對不對 沒有錢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現在叫你趕快多付點錢 給你未來看醫生用 這就是衛福部 所以來人 為公子吃豬 再從公子口袋拿點錢 給他未來看病用 這就是衛福部 這是論魔鬼邏輯 夠不夠壞 夠壞 我沒有亂講 陳時中部長 如果你覺得我們 如果你覺得本節目亂講 去問問你健保會裡面的委員 來 媒體報導 健保會提案科徵 食安健康捐 我原文PO上 一字不改 媒體報導 這是你們委員自己講的 他說什麼 擴大美豬及美容進口之後 將衍生萊克多巴胺 造成的食安風險 國人長期攝取 若累積成病症 最終仍由全民健保承擔 所以要建議衛福部 推動並完成健康促進相關法規 開徵食安健康稅 來挹注健保安全準備 這樣你懂了 這個委員這樣講 因為美豬進來了 吃太多會中賣 這個部分他是說實話 這是你們委員 衛福部健保會的委員自己講的 這個 造成食安風險 國人長期攝取 若累積成病症 這是你們健保會委員講的 陳中部長 正峰調查 趕快哪一個 黑白公圍哪一個 怎麼可以講實話 會不會他在出眾的時候 加入國民黨 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 因為你會生病 你生病就要來看醫生 那怎麼辦 健保已經很吃緊了 那叫你現在趕快多繳一點錢 以備未來 讓你因為吃萊豬生病之後 來看醫生 魔鬼邏輯 壞套 好像 講真話的就等同於是加入國民黨 然後我要特別聲明 我不是黨工 我也不是國民黨黨員 甚至我長期在彰化活動 我跟我們的彰化縣黨部過去 還常常都不合 我寫文章 其實罵國民黨的 比罵民進黨的還多 這網路上都查得到 剛才賴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未來台灣豬會被美豬所拖累 真的是我彰化很多的豬農 我們曾經有一個年輕人 30出頭得到全國十大農民獎 金融獎 他就是養豬的 現在都是第二代在接班 用科學的方法來養豬 對 而且他們能夠品質非常好 成本也高 但是賣得不錯 問題是現在到市場上 美豬又有瘦肉精進來的時候 真的很多人會減少吃豬肉 然後他可能轉而吃雞肉 或者其他的肉 所以反對美豬瘦肉精的 不只是迪化街的阿嬤 還有我們彰化的鄉親 這個不只是有阿嬤 還有美女 這個是謝伊鳳 剛好他的選區 方苑就很多豬農 方苑鄉農會輔導的養豬戶 得到了十大金融獎 你看 不只是他一個人反對 我們彰化鄉親都反對 怕的就是被美國豬所拖累 好 今天行政院又有一個說法了 美國豬賣到大陸 到了港口 就是港口價 他的成本 比台灣豬的一個成本 至少一塊錢 至少一塊美金 行政院你在說什麼 美國豬賣到中國大陸的豬肉 是沒有瘦肉精的 那現在要賣到台灣來的是有瘦肉精的 有吃了瘦肉精之後 飼料的成本可以減少三分之一 也就是含有瘦肉精的 美國豬他的飼養的成本 是比較低的 所以美國豬賣到台灣的時候 他的成本價遠低於台灣豬的成本價 你今天標示不清楚 你走到超級市場去 你就看到這個價格比較低 可能你匆匆忙忙 像我 我家裡都是我負責在買菜 我比較苦命 然後每次都是利用工作的空餘時間 匆匆忙忙 有時候真的來不及 仔細的去看那個包裝上的小制 所以我就曾經不小心買到美國棒棒腿 大家都說台灣雞多好吃 美國雞不會進來 結果台灣雞的市占率 現在已經低於50%了 你知道超級市場 不小心都買到美國棒棒腿 價格又低 而且他那個腿又特別的大 以後我們不小心買到 美國豬肉的台灣水餃 或者是買到美國豬肉 因為為什麼 他成本低 所以他在市場上有競爭性 我覺得蘇貞昌內閣 這一次最不該的 就是真的是把黑的都說成白的 為了美國豬 我們講了太多的謊言 而且今天他到立法院專案報告 立法委員也都抗議了 根本沒有時間 讓他們好好檢視他報告的內容 我剛才約一約估計了一下 整份文字 大概有4500個字 專案報告都在講美國豬 他的重點就只有一個 我們是擁抱世界潮流 明明是投降 你把他講成是自己的勝利 這樣的一個 不負責任的一個政府 說實在的愧對 投給他們的這些選民 跟這些選票 沒有錯 健保會的委員這個提案 不管他背後是什麼目的 或是支持來反對美豬開放 至少他講出了一個重點 證明什麼 就是說既然有這個健康 你開放你吃多了萊克多安的美豬 一定會有問題 不然我為什麼要這個捐 你這個健康捐 你食安健康捐就是為了什麼 如果未來你真的因為 吃了萊克多安的美豬 你生了病 你可能會這個什麼 就有一些津貼補貼 或者說在健保上的支出等等 透過這個健康捐來支應 所以代表什麼 這不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的確不像 民進黨他們所聲稱的 吃這個很安全的 都沒有問題 事實上這個邏輯還有一個是什麼 你記得嗎 就是說當時開放 萊克多安的美豬 正在一開放之後 然後民進黨都說很安全 結果教育部馬上打臉 教育部說什麼 全國所有課學校的營養午餐 禁用萊克多安的美豬 又安全 他們很安全 對 吃路不買 很健康 為什麼要禁用 國防部說優先實用國產豬 他們都很安全 對 所以都在自己打自己的臉 所以話都是他們自己講的 所以說我還是要講 就是說這個安全風險的評估 我坦白講到現在 我沒有看到衛福部一個 相當完整的報告告訴大家 說到底我們開放之後 對國人的健康的衝擊 到底到什麼程度 當然他們有說 之前那個做了幾個報告 事實上他們做的報告 跟馬政府實在做的報告 幾乎如同一側 對 食藥署拿出來的報告 有一份是 我今天那時候新聞有講 好像說是八年前做的 對 是八年前做的 好意思八年前 對 然後這個又露線了 露什麼線 蔡英文總統不是說 時空環境不同嗎 時空環境不同 你怎麼不再根據新的狀況 再做一個比較嚴謹的 新的報告呢 所以完全沒有風險評估 好 那你說對於這個 豬農產業的衝擊 我可以請教大家 我們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看到 農委會告訴我們 未來開放 這個萊克多安美豬的時候 對於台灣的養豬產業 衝擊多少 有沒有一個實際的評估 沒有 有沒有 我到現在沒有看到 我在這裡今天帶了一個新聞 事實上農委會過去做過 事實上這一份報告 我已經取得了 我先看到 讓大家當時事實上 有一個新聞報導 但是比較粗略的 你看 這當時還是綠的 綠媒報的 美豬落進口 農委會說什麼 估計養豬產業年損多少 143億 對 然後你現在補貼一下100億 對 所以為什麼 損43億而已 對 我就是要解答 為什麼農委會這一次 要提出100億的 所謂的養豬基金 我問一下 它是年損 每一年 年損 每一年政府 以後都要每一年播 是 所以100億根本會 如果按照他的評估 根本就不夠 當然他的評估是說 假設開放之後 第一年會有這樣的損失 第二年 他那個報告沒有寫那麼長 如果按照局長 他說的 雞的 我們台灣養雞的 後來市場一直萎縮 我們養豬的市場也萎縮 年損有多大 有可能更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講說 這個不是國民獎的責任 這個是農委會要告訴我們的 經濟部要告訴我們 到底對養豬產業的損失 衝擊在哪裡 我幾乎難以想像 我們先喊開放 結果政府竟然答不出來 到底對養豬產業的衝擊 對農民的損失有多少 竟然答不出來 陳吉仲到現在 從來沒有公開說過 他只說 勞動部有評估 以後的失業率會不會再上升 完全沒有 還有像彰化 雲林等 這些養豬地區的整個商業活動 跟城市的經濟發展 會掉到什麼程度 因為這也牽涉到運銷 譬如說開卡車的 它的升級也會受影響 現在陳吉仲所講的就是說 台灣人偏愛溫體豬 所以你放心 美國豬不會受到衝擊 他們以前也是這樣子 說美國機的 好 台灣人偏愛溫體豬 今天蘇貞昌又講說 針對我們的台灣豬 我們也會把冷凍鏈做好 你至於不又是前後矛盾 這個在我們彰化 鄉親農民的眼裡面 聽起來真的都是故意 他真的是把農民 當不識字的小孩在那邊哄 所以飼料商很多都是 延伸性的都會出影響 沒錯 事實上局長說的是對的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關於對於台灣的衝擊的部分 完全沒有辦法說明 再者 到底我們換得了什麼 請問現在經濟部有告訴我們說 我們開放了美豬之後 我們可以的確欠到BTA FTA 可以增加什麼 或者直接告訴我 如果我們加進入FTA 台灣的養豬產業 每年可以增加多少出口豬肉量 你總要給我個數字有沒有 還是沒有 我引用謝長廷 現在我們諸事代表 謝長廷一句名言 他記得以前講過一句話說什麼 他說台灣不缺電 但是電怎麼來 不知道 對 現在民進黨政府就是幹這件事情 台灣開放 萊克多巴胎美豬以後 一定可以往世界向前走 對 但走去哪裡 不知道 怎麼走 不知道 什麼時候開始走 也不知道 對 就是這個狀況 所以這是相當不負責任 可是我最痛恨的 就是民進黨的這張嘴臉 我舉一個例子 過去2012年開放的美牛的時候 大家 事實上國民黨跟民進黨 是同一艘團上的 就是我們牛豬分離 開放牛不開放豬 為了國人的身體健康 因為飲食習慣 現在民進黨跳船了 我告訴你我現在開放 然後往背後還一看說 國民黨你還在船上 你還在搭那艘破船 他還笑我們 還恥笑我們 侮辱我們 還在抱那個死船不放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國人的身體的健康 食品的安全 這個不會變 現在如果你告訴我 時空環境變的是說 我們飲食習慣變了 我們現在豬肉吃比較少 牛肉吃比較多 我們開放豬肉 沒關係 這樣我可以接受 不是嗎 我們飲食習慣 事實上我們飲食習慣 豬肉沒 而且現在現代人 因為熬夜 打手機 空氣污染 現在的身體質更差 是 沒有錯 越來越差 比以前更差 而且我看農委會的統計 我們近年來豬肉的食用量 是比當年2012年 還多了大概一兩公斤 我們現在很愛吃豬肉 所以說這個本來就是健康 跟身體健康有關的事情 這是原則問題 這跟時空環境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不要再亂扯了 你們要跳船 你們要負責 你們要對人民說明 你們要把 甚至要道歉 你要換得什麼 要告訴我們 你在還沒有 讓我們知道說 你要換得什麼時候 拚命灌輸我們說 真好 台灣往前衝 穿去哪裡 不知道 所以蘇貞昌我說真的 今天他在立法院備詢 完全不及格 完全是靠那一張嘴 在那邊黑白目 然後就一副鈴壓歷史 可是問題的核心 完全不願意告訴民眾 我覺得這是最大惡極 剛才賴教授說 這個萊克多班美豬 明年1月1號強硬進口之後 他的反應可能是 減少吃豬肉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很多人的心態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標示 剛才那個社會權局長講 忙碌的時候 衝到超級市場 你那個字又小 像我現在還要戴老花眼鏡 你哪有辦法 還有把眼鏡拿出來看 真的 你很怕拿錯的結果 真的會減少吃 事實上2012年進口 有瘦肉精的美牛之後 剛才指責說 國人吃牛肉的比例降低 這個合理的 因為我自己在那個之後 就很少吃牛肉了 這個事情我覺得 對我們民眾來講 真的很不公平 因為你真的剝奪了人的喜好 我本來很愛吃牛肉 開始就幾年不太吃牛肉 現在連豬肉 還有豬的內臟 到了明年 又要給我們壓力不吃 那人生還怎麼樣 變全部吃雞 然後有一天雞也出問題 那就比我們吃素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怎麼能夠 用這樣子來跟民眾 不管是你食品安全也好 或者人生選擇也好 為什麼要讓民眾陷入這種 沒有辦法自由自在生活的 我覺得這個是政府 尤其在現在這種民主化政府 非常沒有良心 甚至對不起人民的一個做法 那講到這個美牛美豬的問題 當年民進黨為了國民黨 開放這個萊克多班美牛 罵到什麼程度 可是事實上當年的國民黨 開放的美牛 是30個月以下的小牛 因為你養的時間越短 你受到這種瘦肉精的毒害就越少 結果這一次 這一次民進黨開放 這個萊克多班瘦肉精美豬 他連美牛30個月以上的牛 他又都開放了 簡單講他這次簡直是 從食安把關的角度 全部門戶洞開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莫名其妙 所以今天在談這個食安健康捐 有一個叫做健保會的委員提案 我認為這個委員提案這個捐 如果立法院真要討論 這個捐要去跟誰收 去跟進口有瘦肉精美豬跟美牛的廠商 跟他收 然後跟他收這個健康捐 使得他要賣到市場的成本 比沒有含瘦肉精的豬肉牛肉還要高 這樣子才能夠解決 剛才這個社會權局長講的 就是保障本土的養豬戶的效果 你就是收健康捐 你如果真要收健康捐 就跟這些人收 就有點像香菸捐有沒有 現在香菸捐是 一方面他讓消費者付高額的錢 二方面業者也要付出這個錢 你這件事情 你如果不用這個方法 不用以價格 你提高價格 你讓消費者也買到很貴的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跟牛肉 所以讓他在市場上 他不能夠用低價來取勝 如果這樣子我覺得可以考慮 你去對進口廠商收 你去對進口廠商用這個稅捐的部分 來逼著這些人不進口 這是接下來我看起來 唯一的幾條路中間的一條路 到之前 出漲趾 接著 突然快點 servers 分開